大家好,我是瘋狂島的江江 我今天要來介紹我們的遊戲 《芋頭番薯爭霸戰》 這是一款連線的棋類遊戲哦 我們要利用我們農作物的特長 以及他們升級後的能力 來達成連線收成 那我們就進入我們的遊戲介紹 首先我們先進行遊戲的設置 我們把這個區域板塊放在中間 我們可以像這樣子 這樣子拼或這樣子拼 都可以哦 就是隨自己喜好擺 然後我們這個是岩石地 這是草地 這是泥土地 因為我們一開始都是玩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就是我們這個邊 一定要對齊這個邊 然後再有另一種進階模式呢 就是可以這樣子 就是只要有一格貼齊就可以囉 但是不能有這種情況發生 這樣子就叫做這個板塊已經破裂了 一定要有其中一個地方貼齊才行哦 好 再來就是選擇陣營 選擇芋頭或者是番薯陣營 再來拿取自己陣營的農作物板塊 把板塊翻到右上角有這個 初始符號的這面 那這邊都有 然後我們就可以準備開始遊戲囉 我們這個遊戲呢 就是一個連線得分的遊戲 像是我們只要有三個同陣營的農作物 像這樣子連成一線 三個的話就是一分 四個的話就是兩分 五個的話就是三分喔 然後我們斜的也可以這樣子 斜的話這樣子也算是一分 當你如果放下去的時候 可以觸發多種得分方式的時候 也是可以一起算分的喔 像是這個 直的和斜的 這樣子是一分一分 我們就總共拿兩分喔 然後這個的話是我們的分數指示物 像是我如果拿兩分 我就會拿兩個這個 然後我們收成回去的農作物呢 我們就會把它翻面 然後再拿回自己的準備區 每一隻農作物 翻面之後就會有不同的效果 我們也有這種長長的農作物 像是這種或這種 我們都可以進行連線得分喔 然後它也算是一個農作物 就像是如果這樣子放 這樣的話是一二三 這樣子是得一分 可是我們這種長的啊 它不能進行斜線得分 像是這樣子 這樣是不能算分的喔 然後也不可以像這樣子 因為呢 一定要他們在同一個直線才能得分喔 但是這樣子或是這樣子 都是可以得分的 接著我們要來介紹農作物的邊框類型 邊框類型呢 在我們這遊戲是非常重要的喔 因為它會限制對手的行動 像是我們有 礦工 它就是限制對手到岩石的區域 搬運工的話 就是限制對手到泥土區域 農夫的話 就是限制對手到草地的區域 像是這種白色底的話 就是限制對手到原地 黑色的話 就是限制對手到任意區域 好 現在就來演示一試給大家看喔 像是我這樣子 我放了一隻礦工在這邊 就代表我會限制對手到岩石區域 然後這個是我們指向標記 紅色代表番薯 紫色代表芋頭 我就把它翻到番薯這邊指向岩石地 代表番薯呢 等一下就只能到岩石地 放置它的農作物 然後番薯比如說它放了一隻農夫在這邊 我就把指向標記都翻過來 指向草地 芋頭呢就只能在草地放置 然後再放置一隻搬運工 再把這個翻過來指向這邊 然後放置了白色的 芋頭就會在原地這樣子喔 再來如果 芋頭放了一隻黑色的話 代表芋頭可以指定番薯去任何一個地方 像是我給它去這邊 番薯就只能來這邊放置它的農作物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介紹農作物的效果 下面這些呢都是一般的農作物 他們的效果就只有可以限制對手行動而已 上面的話都是貴族的農作物 他們都有自己的特殊能力喔 像是這個 騎士 騎士的話它是可以推它直線方向的農作物 像是我們前面如果有很多隻 分散的芋頭的話 我們只要放了這個騎士下去 就可以把他們全部推到最底 這樣子就連線得分喔 這樣123就是1分 但是如果前面有障礙物 像是這邊有一隻這個教皇卡在這邊的話 這樣的話 就不能推在這邊後面囉 因為這邊有一個障礙物擋住了 但是如果這種 它是直線的話 它也會一起把它全部推過去喔 像如果是這樣子放下去 它也會一起被移動 再來是我們的騎士 騎士呢 只要放下去就可以移動我們 它放的那一區的板塊 像是我放這邊 就可以移動 平行的喔 像是這樣子我可以接到這邊 接到這邊 都是可以的 可是我不能直接把它這樣插到中間這樣子 因為我們這樣就等於是直接移動兩個板塊 然後我們接的時候呢 一定也要這樣子 邊碰邊 一定要貼齊喔 不能這樣子 這是只有在進階模式才會用到的 假如現在這邊有這個情況 我只要放了這隻騎士上去 移動這塊板塊呢 接到這邊 像這樣子就連線啊 這樣也是1分喔 連線我們要記得把這個 收成要記得翻面喔 騎士呢 只要得分收成之後 回家就會翻面喔 翻面的話就會變成大層 大層的話 它的功能比騎士更好用 它不斷可以平移板塊 還可以旋轉 像是我們這個情況 我只要放大層在這邊 我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然後旋轉 接到這邊 這樣子1 2 3 4 我就可以得2分喔 再來要介紹我們的教皇 它是我們遊戲中 唯一一隻能夠 跨板塊放置的龍作物喔 像是我們的騎士 它也是不能跨板塊的 它就只能放在這邊 像在這邊 當我們跨板塊放置的時候 就代表我們連結了這兩塊板塊 像是如果我們現在要用這個騎手 放在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沒辦法再移動這塊 因為它已經被鏈結住了 當教皇收成之後 翻面就會變成皇后 只要皇后出現的時候 我們的國王就會翻開喔 你就可以進行國王的放置了 再來呢是介紹我們的天使 天使呢它只要放下去 就可以踢十字周圍內 我放的農作物喔 像是這邊有一隻這個 你想要讓它回家 你可以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呢 它就會把它踢回家喔 踢回家的農作物不能擅自翻面 一定要在原本的那一面 而且像是如果旁邊有長長這種農作物 它只要有包含在十字周圍內的話 也是可以踢回家的 這樣這樣子 就可以把這個皇后踢回家了 接著介紹惡魔 惡魔的話就是天使 收成回來就會翻面變惡魔 惡魔的話跟天使很像 只是它是踢十字周圍內 對方的農作物 像是對方的農作物放在這邊 你就可以放在這邊 把它踢回家 踢回家一樣也不能亂翻面喔 我們遊戲中呢有些農作物 它有自己的特殊收成方式 像是教皇啊 皇后還有國王 他們都可以進行崇拜收成 崇拜收成呢就是 他們旁邊再連著兩隻小隻的芋頭 像是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得一分 旁邊是國王的話 這樣可以得兩分喔 當國王和皇后進行崇拜收成時 如果其中一個農作物是大臣 可以額外加一分喔 例如原本皇后的崇拜是一分 旁邊如果有大臣的話 就會變成兩分喔 國王和皇后呢 他們只要在一起 像是這樣子 就可以進行榮耀得分 可是如果像是這樣的話 就是不行的喔 國王還有第三種收成方式 叫做俘虜和護衛得分 如果你有兩隻自己的騎士的話 你只要包住國王的其中兩個邊 像是這樣子 或這樣子 就可以進行 護衛得分 但是如果像是這樣子 沒有完全對齊的話 這樣子也是不能得分的喔 另外 如果是俘虜得分的話 就是對手如果有兩隻騎士 他也是像這樣子 包住國王的兩個邊的話 他就可以俘虜你的國王 然後被俘虜的國王呢 等下就不能再用了 遊戲中呢 就只有國王沒有連線收成喔 他只有特殊收成 像是這種 教皇還有皇后呢 他們也可以進行連線收成喔 所以他們有兩種收成方式 連線或者是崇拜 最後呢就是我們的騎士 他翻面之後就會變成盜賊 盜賊呢 他可以俘虜對方的農作物 像是如果你這邊對方有兩隻 翻屬在這邊 我只要放了盜賊下去之後 我就可以跟對方的農作物一起連線 像這樣子一二三 我也是一分喔 你只能選擇跟對方的角色連線 或者是跟自己的角色連線 你不可以混搭像是這樣子 這樣就是不行的喔 如果你收成別人的角色像這樣子 你把它收成回家之後 對方的角色就會被你俘虜 他就沒辦法再用這兩隻角色了 就等於他少了兩個旗子可以用喔 不過你俘虜對方的農作物之後 你也沒辦法使用他的農作物 他就只會乖乖在你的準備區 我們的勝利條件有三個 第一個是先得五分 第二個是佔滿其中一個區域 第三個是使對手沒有農作物可以強制退回 假如說你被對手指定到一塊被佔滿的區域時 這時候你必須要強制退回一個農作物 這時候如果你沒辦法強制撤退的話你就輸囉 如果在你的回合使用農作物的效果 替對手得分 對手將會被跳過一回合 你可以放置農作物在任何區域 等於你有兩個連續的回合可以動作喔 這就是我們基本的遊戲介紹 那我們就實際玩給大家看看吧 嗨 因為上一代的番薯皇后被我殲滅了 所以他們派了下一代的皇后來 然後因為他的面目可怕 所以我就不讓他入鏡了 好那我們就開始試玩吧 就是先由番薯開始 然後指定我去 這邊 灰色的 我就 又去這邊 這邊 他討厭的番薯 這樣 這邊 移動了 你要先行動 我先放它 好連線得分 哪一分 我們走翻面咯 我們到城出現啦 那我也要得分啦 沒有 對齁 一分 這邊 去 你想要做什麼 你要放 這邊 你輸定啦 日投皇后 這次放我們番薯要來見面你 你好快喔 欸放在 隨便放啦 你輸定啦 收成 我被番薯 天使要變成惡魔啦 裸得一分 嗯 但她 這滿好 這會更好 走啊 走啊 走 走一走 得 Dun clapping 去 耶我的皇后出現了 過王 giy打開 OK 得一分 這邊 你要我去哪 這邊 再讓你去這邊 最喜歡讓你來這邊 幫你踢飛 踢飛 給你家囉 我要讓你去 沒有這個這個 不然的話就 這邊 你也不可能包圍 這邊 你有大層喔 那我就先得喝阿 好笨喔 好笨喔 對齁 要不要用這樣子擺抱起來 這樣子兩分 然後左右 兩分 有拳杖沒有來阿 有的拳杖 你的拳杖沒有沒收了阿 你忘記了嗎 這個老人家傢伙 輸了啦 被我做成考韓籍吧 不會得分啦 好多分喔 三四兩分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我再一分就過去了喔 不然 很久了 好像一次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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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咚咚咚咚 你好恐怖喔 可以呀 你死定了 要把你吃光光喔 讓你走光出現了 我放哪 下去 要贏了 不行 不行 -不行啊! -不行啊! -可以啊! -原來他才剛上任,給我一點權力 -你剛上任就要卸任啊 -那我不要,我不要卸任 -非常需要賴皮標記 -這邊啊! -去,去土地 -我往上啊! -好,就這個吧 -真是的! -你讓本工很難出牌耶 -那我又放 -在這裡 -想包抄我? -給我回事要回事 -啊哈! -你怎麼會? -你可以決定我去一個地方 -我又快出了 -哈哈哈哈哈哈 -再給我回事要回去 -竟然找死 -我覺得我要輸了啦 -在放水是嗎? -你可以叫我讓我去一個地方? -我都輸啦 -沒辦法 -我如果放這邊的話 -你只要放一個 -只要站滿一個的話就會贏 -或者是如果我放這邊 -然後你這邊只要放一隻小隻的 -又有崇拜得分 -或者是連線得分 -對,或者是這邊也是可以 -或者是如果在這邊的話 -你只要再放一隻在這邊 -對!老娘三驅為的獲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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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High - 喜歡我們話符德幫我們按個訂閱喔 - Bye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